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新星辆超级丰富的 测评频频道影像狗 我是思想员小薛 在之前的胶片栏目中 我们为大家推荐了 目前非常适合入手的尼康F1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聊聊 尼康的F1时与FM时 严格来说 尼康FM时与F1时 并不是尼康生产的主机 而是由确扇能 基于自家的CES为原型生产 尼康贴牌的主机 FM时与1995年首次面试 F1时则是在1997年才正式推出 两款机器主要面向初学者 和当时的亚洲市场 相对低廉的价格 与大厂logo的加持 也确实让FM时与F1时 获得了不错的效量 在尼康刚推出这两款机器时 机身质量相较于尼康 一贯的品质有所下滑 曾引起过摄影师们的不满 但对于当时的尼康来说 快步拥抱自动功能 才是助其品牌护城河的一大发爆 从F3AF F501 F401 F4 F801等机型的密集发布 就可以看出来 彼时尼康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 自动对焦机型的生产上 在FM10发布后 获得了很多学生党 与其他国家地区用户的喜爱 从后来焦片机的日渐示威来看 尼康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于是 继尼康于2006年1月决定专注于数码相机之后 FM10与高端的F6成为仅有的保留尼康名称的 胶片单反相机 截至2019年3月 尼康仍将这两种型号列为其当前产品线的一个部分 直到2020年11月 尼康美国公司将FM10标记为已存档 到2020年中 它已在多个尼康网站上标记为停产 虽然F6还在尼康官网继续出售 但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FM10是目前F卡口胶片相机中最长寿的机器了 前面提到因为FM10与F110都是基于确扇能的CES为平台开发而来的 所以两机在外形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这里就不足以介绍了 FM10与F110的整机尺寸为139×86×53毫米 重量为420克 相机主体为黑色 带有在现在看来非常时尚的香槟色镀铬式边 两款相机快门速度范围均为1-2000分之一秒 对于平常胶片拍摄已经完全足够了 FM10的闪光同步速度为125分之一秒 但F110的闪光同步速度则要慢一点为60分之一秒 FM10精简了左侧的转轴拨杆 将胶片感光度调整功能与快门速度拨盘整合到了一起 而F110因为带有光圈优先A档 就将感光度调整拨盘与曝光补偿模式拨盘 集成在了转轴拨杆处 另外F110上还阉割了自拍定时功能 供电方面两款相机都是使用两节SL44或SR44扭扣电池供电 当时与FM10和F110使用相同确扇能CES结构改造而来的机型 还有里光KR5 Super 2 奥林巴斯 OM2000 威达V4000等 但尼康却比这些产品都卖得更贵 究其原因除了尼康在当时的品牌更大更强一些以外 长久经营的F卡口系统也是FM10与F110身价高出一节的重要理由 FM10与F110的卡口沿袭了前代FM2 FE2的设计 使用的是与FM FE不同的AI卡口 可以接受1977年以后的所有镜头包括AI、AIS、AF和AFD G镜头因为没有光圈环所以装上去不能正常测光 最新的AFP镜头不能对焦 1977年以前的非AI镜头也就是AUTO和K头 如果不改口是不能装的 大多数人通常会选择搭配Zoom、尼克尔35-70mmF3.5-F4.8套机购买 这款镜头也由确善能代工生产 其实现在看来FM10与F110虽然达不到尼康当时复古胶片相机的机身强度 但与其他品牌同档位机型相比质量并不差 真正让它看起来比较掉价的是机身上的塑料件 塑料件过多会导致机身耐磨性不够好 从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手中的F110手柄处的红线几乎被磨完了 另外由于后背材质的关系 很多保存不够好的FM10与F110会在后背上留下许多指纹 且非常的沾黏 用酒精可以消除 东上因为FM10、F110的生产年代跨度长 目前市面上保有量较大所以收藏价值不算很高 但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低的价格就收到橙色还不错的二手机身 比较适合想要尝鲜胶片的初学者使用 目前橙色不错带Zoom尼克尔35-70mm F3.5-4.8 套机售价约在450元左右 根据机身的磨损程度调价非常厉害 我们在海鲜市场甚至还见到过100以下的FM10单机身出售 相对于目前的胶片价格 FM10、F110的价格可以说相当便宜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尼康的F110和FM10两款尼康胶片相机的全部介绍了 关于胶片相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们多多的点赞转发和留言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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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